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地下行走了三千年 我和时光一起行走 穿着我的绳子已经腐朽 我的204块碎片被光线连接 204个不同的象征 串接成闪光的锯子 在身体上被佩戴成段落 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龙的鳞片和大雁的羽毛 震翅在同样的天空 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 被同一根绳子以意志相间 两条龙的缠绕 龙和鳳的合体 龙的身体和人的头 人们把见到和想象到的生命 浓缩成玉片 它们入海 同天慢慢汇聚在同一个地方 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体上 整组玉佩从脖子扑到脚边 晋侯夫人又以成串的玉佩垂坠耳畔 以玉片覆面 口耳眉目之间 呈现万物的容颜 当时的人们认为 把一个世界穿戴在身上 让亿万年生命的玉 与数十年生命的人 将彼此的生命互相给予 就是人对天地万物之爱的表达 玉成为西周在青铜之外 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西周的人们严格遵照等级 将理智体现在俯世上 佩戴玉祖配的人 结不怀疾 身份越高贵 身上的玉祖配便越长 越复杂 走路的步伐就越小 走得也越慢 李智 无形地掌控着国家运行的规范 玉身为李的载体 用来当作沟通日月天地 对话祖先的语言 用来比喻君子的品格 用来象征女子美好的仪态 一万年前的地壳运动 造就了玉石 鲜民的双手 把链开走出来 捡食起来 腾在手心里 玉祖配以豪黎的薄片 象征巅峰 以静止不动比拟河流 流经了生死与朝代更迭 这一组碎片来到我们眼前 已经行走了亿万年 而西周离我们不过三千年 从礼遇到佩遇 我们把世界的美好 带在身上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